好 接着国际焦点来关注俄罗斯新一波的轰炸目标 转移到乌西大城利维夫 俄军疯狂的发射巡弋飞弹 至少上百栋防污毁损 当中还有一座幼稚园被炸成了弹坑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一谷呛吓说 西方提供的武器都没用 乌军反攻已经后继武力 建筑物被炸得焦黑 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陈胜发射了KH-101巡弋飞弹 炸的还是距离乌冬战士前线 有将近1380公里远的西部大城利维夫 俄罗斯相隔一个多月 再次轰炸利维夫 这次还炸了一座幼稚园 造成至少上百栋房屋毁损 民众饱受惊吓 因为飞弹就掉在自家车库后面 还有一名老奶奶在睡梦中被惊醒 才发现什么都没了 这次的轰炸量成至少4死19伤 而乌克兰政府更指出 在这些俄罗斯制造的飞弹残骸中 居然还发现了30个外国晶片 直指各国制裁漏洞摆出 让俄罗斯还能取得外国晶片 英国国防部的最新勤资 对乌克兰来说也不是好消息 英国国防部勤资指出 俄罗斯爱用的伊朗见证者无人机 未来不用靠进口而是自产 而且已经派上用场 代表俄军未来会有用不完的无人机 滥炸乌克兰 尽管乌克兰还是持续反攻 但是进度越来越缓慢 这一切看在俄罗斯眼中就像垂死挣扎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 出席俄罗斯主办的跨国军事安全论坛 大酸西方军援重看不重用 俄罗斯总统普钦也在这场论坛上 再批斗欧美国家 普钦对美国北约开炮 而此时波兰也以盛大阅兵 大秀军事肌肉 秀出美国的爱布兰坦克 南韩的K2 德国的暴室坦克 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 波兰数十年来最大阅兵 演给谁看的 大家都知道 一个俄罗斯一个白俄罗斯 两个恶林让波兰相当不安 尤其汉白俄在两年前 就因为边境移民之乱 结下梁子 现在又来个瓦格纳 在边界纯粹欲动 卢卡申科曾经在和普钦会面时 用半开玩笑的方式 透露瓦格纳的动向 这让波兰如坐针毡 马上就在边界增兵 如今的大阅兵也要警告普钦 别动歪脑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还是陷入僵局 俄罗斯跟乌克兰 其实在南北战线各有斩获 详细农赵的记者李索赫 好 俄乌双方还是持续的交互 我们再看到最新的进展是 俄罗斯方面 他们在北部地区酷皮扬斯 可这个地方是夺下了优势 那么也调派了十万的兵力 要到这边要持续来发动进一步的攻势 至于在乌克兰的方面 则是全力的投入南方地区 扎波罗热战线 俄军独立旅在这边陷入了危机了 形成了三面围攻 也就是说乌尔双方 他们一南一北在大车拼 大陆的军事评论专家就提到说 双方现在要急着争取战场的主动权 另一部分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也再度的出手了 这是瑞典政府 他们在支援乌克兰 说是要捐赠价值百亿的弹药和零组件 主要提供给这个步兵战车 阿切火炮系统等等来使用 不过普京现在就呛响 说这罪魁祸首还是西方国家 他是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 就批评说西方势力不断的挑拨 世界有很多的冲突 只说就是因为西方地缘政治冒险 和自私自利的新殖民主义才会造成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